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红薯 人们只知道它是大名鼎鼎的通便食材 但很少人知道它能健脾胃 强肾阴 亦气力不虚伐 而且它还有一个高端大气的称号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食品排行榜最佳蔬菜冠军 为什么平平无奇的红薯 能在一众蔬菜中能排到榜首 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传说中的抗癌之王 国外的一所癌症预防研究所曾发布过一份抗癌蔬菜排行榜 其中红薯排名第一 据说抑癌率达到98.7%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红薯里面含有糖质、储藏蛋白等成分 这些成分在实验中显示具有抗癌的作用 另外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指出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很可能可以预防截止肠癌的发生 刚好 红薯膳食纤维很丰富 那吃红薯真的抗癌吗? 还真没有确定的答案 癌症本就是一种发生原因复杂的疾病 不是说单单吃某一种食物就可以对抗的 那红薯还吃不吃呢? 当然得吃 不一定抗癌 但好处可不少 保护血管 人一旦上了年纪 最怕的就是血管堵了 红薯里含有胡萝卜素、维生素C成分 具有很强的抗脂质氧化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缓血管的老化 红薯还是一种高价食物 我们都知道 纳摄入多了对血管不好 而甲元素可以帮助增加尿中钠的排出 从而达到稳定血压的作用 润肠通便 大家有没有发现 吃了红薯之后 大便更顺畅了 这是因为红薯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道吸收胃肠中的水分 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同时还能帮肠道排除毒素 达到养肠护肠的目的 膳食纤维高的食物 饱腹感更强 可以帮助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 从而达到减肥减脂的效果 我们也知道 肥胖可是很多疾病的高危原因 其中就有癌症 提高免疫力 黄色的食物一般都富含胡萝卜素 红薯也不例外 大家千万别小看这种成分 它是一种很强大的抗氧化剂 可以帮助清除人体内的养自由基 和有毒物质 帮助人体增强免疫力 另外 胡萝卜素在体内 可以转变成维生素A 维生素A可以帮助我们 提升暗示力 缓解眼疲劳 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 红薯虽好 五个禁忌别采 一 不要过量食用 红薯里含有一种气化酶和粗纤维 吃多了容易在人的胃肠道内 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引起负胀 打嗝 土酸水等不适 二 不要把红薯当代餐 一餐只吃红薯 红薯的热量 只有大米的三分之一 且其富含纤维素和果胶 具有阻止糖分转化为脂肪的特殊功能 是一种理想的减肥食品 因此 不少人会把红薯作为代餐 一餐只吃红薯 然而 红薯的营养成分 大部分为碳水化合物 脂肪与蛋白质的含量极低 如果只把红薯当主食 既容易营养不良 又容易出现淀粉消化不良 所以 即便是春节后 急于减肥 也不能只把红薯做代餐 要搭配蛋白质类食物和其他蔬菜一起吃 才不会营养失衡 三 不要吃长黑斑的红薯 黑斑红薯 其实就是被黑斑菌感染了 得了黑斑病的红薯 黑斑菌排出的有毒物质 包括番薯铜和番薯铜唇 能使红薯变硬发苦 且用水煮蒸或火烤均不能杀灭 这些毒素进入人体 不但会对肝脏造成急性伤害 比喝酒伤肝更直接 还会发生急性中毒 中毒者轻则出现恶心 呕吐 腹泻等未尝到症状 严重者会出现高热 头痛 气喘 神志不清 抽搐 呕血 昏迷症状 甚至死亡 因此 大家买红薯 吃红薯时 要仔细看看 千万注意 不要买到 吃到黑斑红薯 也不要给动物吃 小贴士 黑斑红薯表皮 有黑色或褐色凹陷状斑块 有些呈圆形或静圆形 有些会融合成不规则状 并斑上常有黑色霉状物 或刺毛状物 如果掰开红薯 会看到内部已变成黑绿色 而且变得很坚硬 吃起来口感发苦 四 糖友血糖控制不加时 不建议吃红薯 尤其是餐后控制不理想者 虽然红薯含有大量膳食纤维 但同时红薯含有较多的碳水 跟其他大米 面粉一样 属于高GI的食物 所以血糖控制不加时 不建议糖友吃红薯 如果血糖控制良好 可以适当吃点 但要注意减少其他米面主食的摄入 合理搭配粗粮及蔬菜 保证总热量和总食物量的控制 五 空腹不宜吃红薯 我们都知道 红薯味道甘甜 那是因为红薯含糖量高 过多食用 容易刺激胃酸大量分泌 继而产生烧腥的感觉 简单四步 教你挑出优质红薯 1.看表皮 要避免购买表皮 有黑色或褐色斑点 皱纹 裂缝 软坑的红薯 也不要买到有虫孔的 如果红薯发芽 口感和营养价值都会变差 也尽量不要购买 2.看是否变软 可以用手按压一下红薯 如果感觉红薯发软 说明已经腐烂 就不要购买了 闻一闻也会有馊味 3.看切面 好的红薯剥开皮后 会发现肉质比较结实 有水分 且颜色正常 如果红薯出现变黑等情况 或是闻起来味道异常 千万不要购买 4.看大小 由于红薯的个体差异较大 不用太在意形状 但一般建议 购买稍大的红薯 太小的削皮之后 可食部分较少 分享一个红薯的新吃法 不油炸 不水煮 营养美味 老人常吃防便秘 第一步 红薯洗净去皮 切成薄片 蒸锅中加入足量的水 大火煮开 把红薯片放入蒸10分钟 第二步 红枣洗净 去糊后切成末 第三步 碗中加入五克酵母 加入不烫手的温水稀释 冬天一斤面粉 对应五克酵母 红薯蒸好后 倒成泥 然后放入面粉 红薯和面粉的比例 为1比2 搅拌一下 加入酵母水 把红枣也放入 搅匀 不用手和面 用筷子就可以了 面团不能和得太稀 也不能太粘稠 筷子搅得动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放到温暖的地方 因为红薯面粉含糖量高 所以发酵快 即使在冬天 也只需醒面40分钟 第四步 40分钟后 面团明显变大 用筷子剥一下 成蜂窝状就可以了 把发面放到蒸锅 中火蒸30分钟 30分钟后 红薯枣糕就做好了 稍微放凉 切成你想要的形状即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